鮭魚開箱玩 看起來悠悠亮亮的 好漂亮喔 你後面很藍耶 我來常去一下喝這個醋 在阿瑪魯小珍珠的民宿 我覺得它這個民宿最棒的地方就是 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落底床 可以看到對面的海港 然後你可以兩個人很輕易地坐在位置上 可以看書 打電腦 設置一個望眼鏡 就是可以讓你看到對面的海港和海景 然後他們這邊裝飾都會有小企鵝 很可愛 現在來到鮭魚養殖場 然後我們要去吃那個新鮮的鮭魚 GO 變了一個鮭魚的生魚片 鮭魚開箱玩 哇嗚 看起來悠悠亮亮的 悠悠亮亮的 那個設置的感覺蠻漂亮的 是鮭魚片大人 你試試看肉質有沒有不一樣 一次進去跟那個鮭魚 嘴巴裡面就充滿多的海鮮 它的肉質蠻鮮甜的 所以我這麼喜歡吃鮭魚片 什麼樣子 先吃鮭魚 看一下那個學人麵有奶色就表示是鮭魚不是好吃的 它如果好吃會先 嗯 嗯 好 因為它的鮭魚很軟 你就跟它煮起來 你不會覺得它有異物 可是牙齒是軟嫩的 但是它事實上它沒有太重的鮭魚味 所以我如果說你真的想要吃到 鮭魚的鮮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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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 都被湯吸走了 所以這是魔物的湯 都是給那個整大塊的那個鮭魚 其實那個料多還蠻豐富的 我記得這一碗好像大概10塊錢牛幣 所以台幣大概換算成210塊 所以其實還算蠻便宜的 還算可以 對啊 可以吃到整大塊的那個 鮭魚肉 第二道菜就是鮭魚漢堡 它是好吃的 甜甜的醬 然後用複雙去鮭魚的話 就很比較清爽 但是它剛剛是微微酸 喔是微微酸 所以你還蠻推薦的 還不錯齁 現在我們在想想 然後可以說狀況 就是我們 有一代用包容在裝的牛肉啊 還有一些青菜 都忘記了 在奧馬尔的民宿裡面 包容在真的很重要 因為如果 我們現在要買什麼 原肉啊 婚說來到這邊買蝴魚的話 包容在真的很重要 我們送了兩大塊的牛排 昨天才買的喔 那還沒有吃 就送給民宿啦 還有一大罐的鮮奶 沒關係啦 旅程平安 幸福開心快樂就好 而且肉是小 算外資 其實沒那麼重要 對不對 然後我們有一些難忘的 回憶是留在心中的被子 肉那個隨便到處都吃得到 但是有看到冰棍慶哥 值得 為了冰棍慶哥 我一次100片牛排都沒關係 我們現在來到普卡蒂湖 它那個湖水的顏色 超級像牛奶籃 超漂亮的 很不可思議 好像那個水可以喝一樣 就拿一個吸管 就插那個湖水就可以喝了 你有哪一口味的 好漂亮喔 你後面很藍耶 這個湖水就是牛奶綠的藍 超漂亮的 所以現在要 我再嘗試一下喝這個湖水 看一下喝了我人會不會死掉 或是HP會是馬上全滿 是這樣子 不用喝啦 你出了事怎麼辦 好甘甜喔 真假的 好乾爽喔 你說真的還假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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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水喝起來蠻特別的 什麼叫特別 沒有任何的鹹味 沒有任何鹹 喔 湖水 湖水是很清甜很乾的 是不是杯子應該拿下來 應該裝這個好幾家人 你知道嗎 欸 欸 你看 你看 是不是 完全 無任何 到紐西蘭一定要 一定要喝湖水 喝湖水 對 好涼喔 真的超美的 對啊 我也覺得超美的 這 這很不可思議 我覺得如果沒有親眼來現場 沒辦法知道裡面的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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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螳螂捕蠶 紅雀在後 注意行聲 回家啊 白白那我上車走囉 白白那我上車走囉 謝謝 謝謝